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收看平安365 这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我们奉献给大家这个系列是希望和您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孩子 关注儿童的成长发育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名字叫做守护童年 今天我要讲到这个事件发生在河北的一所学校当中 这学校比较特殊 它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 而在这个学校当中发生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2014年4月的一天 河北省张家口市姚家庄镇的村民李先生回家发现 原本在县某中学上初三的儿子小飞突然失踪了 我孩子放着把那个衣服跟那个 写了个字条放到门口了 离家出手了 我也没脸回家 早前李先生就发现儿子的情绪有些变化 每次从学校回到家总是一个人躲到屋里不爱说话 有时目光呆滞 李先生家境一般和妻子在村里开了一个小馒头店 平时起早贪黑 无暇顾及儿子 而小飞所在的中学又是当地有名的寄宿制学校 封闭化管理 三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所以李先生很少过问儿子学校的事 眼看就要毕业了 儿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李先生马上跟家人一起寻找儿子的下落并准备报警 但是由于出走时间不长 没过多久就在离家不远的一座桥上发现了小飞 打发来以后我看的孩子根本就不一样 晚上之后哭着叫 睡不好 做噩梦 李先生赶紧带着儿子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医院检查 从医生口中 李先生知道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这个消息对李先生和妻子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孩子把这个东西全部说出来以后 我们再都带不起来 让我们脱光衣服 然后各种变态的折磨的过程 他都拿那个监控 他在录 他以这个做一个那什么 就不让我们和任何人说 不让我们反抗 包括他打过我 我甚至说过 你把这事说出去 我杀你全家这种谎 所以 自己当时心里特别害怕 就是有病人心里的 有 也有 孩子口中的他 是孩子所在中学的老师 名字叫李健 1981年出生 原本应该为人师表的他 却成了孩子心中的恶魔 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 本是希望孩子能够成才 却万万没有想到 孩子却遭到老师的虐待 这一切 让李先生气愤难当 他立刻报警 警方从李健的家里 搜出笔记本电脑 里面存有大量李健 和多个孩子的裸体照片 而一些不堪入目的视频 早已被李健毁坏 据小飞说 他们有时是两三个孩子 同时被李健带回家 进行非人的折磨 2014年7月 当地检察院 对李健提起公诉 李先生一家 和小飞另外的三个男同学 小贺 小李 小张三家 也一同作为被害人 出庭作证 最终 法院以非法拘禁罪 判决李健 有期徒刑 两年十个月 赔偿经济损失 十三万两千七百余元 而小飞所在学校的校长 和证教处主任 均被撤职 仅仅是一个非法拘禁罪 根本就没有违蟹罪 我觉得是 至少有违蟹罪 第一 拘禁罪 第二 伤害罪 第三 这所院子 曾经是李健租住的房子 也是小飞和许多孩子 第一次被李健摧残折磨的地方 而他就是学校附近的一所民房 事件本身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震惊 而且这个事件在整个法律介入之后 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 今天我们在演播室请到两位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评论员春卫 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为大家介绍的是佟丽华律师 你好佟丽师 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争论的焦点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 很多人都认为说他起诉的罪名 可能和很多人天然的想象当中不一样 那么您的理解是什么 我说根据小飞介绍这些背景材料 显然伪系儿童的问题应该受到关注 司法机关开始的时候明显看出 只是从非法居进的角度来办理这个案件 非法居进的刑期也比较短 三年以下 一般的伪系儿童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如果聚众的话 可能会到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说这个案件 一方面没有追究伪系儿童 如果像从小飞介绍的情况 我们这个是没有给这个孩子公道 没有使罪犯得到应受的打击 这个是要受到关注 我首先讲 这个孩子本身和他父亲都非常了不起 非常勇敢 他们能够站起来 让这个犯罪嫌疑人 犯罪分子 绳之以法 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关心 为什么没有一个途径 没有老师发现吗 没有人去关心这些孩子的这种心理的成长过程当中的变化 因为信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而在学校教育当中 在家庭教育当中 同样是属于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人们往往是在一个孩子大婚的时候 才会去给他敞开了谈 这样的一个人之大义 人们会觉得这些事不适合过早的让他们知道 也许正是这种不适合 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在他的青春期当中 他遭受了他人生最黑暗的一千多天 你会觉得教育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方拐弯 这可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真实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原来一般情况下 还感觉性情害嘛 一般都是女孩 尤其是男孩 包括我们说我们现在有委屈要等罪 不满14周岁的孩子 说到委屈的话 这是一个犯罪 但是对类似的案件 司法机关敏感度就更不够 这样的话导致什么 这一类的案件 在办理的过程当中 从受害人的保护力度不够 对罪犯的打击往往也不够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 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没有被人提起 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没有学会去保护自己 在这个学校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犯罪嫌疑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一起来看 小飞所在的中学 是当地一所全封闭管理的学校 有初高中学生四千多人 按照学校的规定 不管学生自己出校门 还是家长来接孩子 都需要由孩子所在班 班主任签字的出门条 或者电话通知门卫 那么李健又是怎么带学生出去的呢 就是证教处里的所有人 他都知道这个事 包括当时的证教处主任 他找过我 他知道李健把我带出去 或者不止我 他知道李健带过同学出去 都有谁谁谁 他都知道 不管 不管 他就跟我们说以后 他叫你去你别去 他们没有任何出事 对 他没有任何出事 就这样跟我们说的 后来这个事情出现之后 我从别的地方调过来之后 后来也忘了一下 当办公室 就说他是应该是没有教师资格准的 这也是反映着学校 在学生管理上面的一些弊端和漏洞 据了解 李健今年34岁 没有结婚 也不找女朋友 在学校负责军训和学生纪律 包括晚上巡查男女生宿舍 因为新生入学 为期一个月的军训 都由他来负责 所以正是这个时候 老实乖巧的小飞 被他盯上了 李健 他就 看那个班的谁 不听话 他就 罚我们 就是在里面做复活生 做蹲起 或者说什么 都是被他罚的 反正都在一个屋子里做体能 李健常以军训不合格为由 罚小飞和其他几个男同学做体能训练 小飞曾跟当时的班主任说过 可班主任并没有重视 一天 李健找茬让小飞放学后跟自己回家 说到家里做体能训练 因为害怕李健 也以为就是在学校里的那种提法 小飞跟着去了 刚一上李健的车 小飞的手脚就被李健绑上 眼睛蒙上 嘴也被堵上 小飞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切竟是他噩梦的开始 据小飞说 他当时只有13岁 眼前的一切把他瞎蒙了 之后 小飞和一些孩子不定期的 被李健带回家进行虐待和折磨 每次去之前 小飞都是被绑上手脚 蒙上眼睛 有时甚至被塞在车后备箱里 还有一个是 我那孩子一起 一个后备箱 多小的后备箱 两个人 你说要是冻死了 或者是屋死了 该怎么办 老师对孩子不闻不闻 学校也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 这也就造成了学校里多个孩子 遭受了长达三年的虐待 2014年9月 已经16岁的小飞 越来越明白自己遭受了什么 精神逐渐崩溃 并被诊断为中毒抑郁 他既羞愈将此事说出 又害怕父母会遭到离间的报复 他只能选择离家出走 更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一间专门从事中国孤儿和困境儿童救助的组织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儿童希望基金的子坤被一次火灾夺去了右笔 也许是看到子坤在不幸之后还能坚强面对生活的勇气 一直处于中毒抑郁中的小飞逐渐向子坤打开心扉 经过子坤多次心理辅导 小飞渐渐能和陌生人说话了 病情也有所好转 我们去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其实影响的不光是这一个家庭这一个孩子 如果我们这个事就这么隐忍下去 一直都不说 那么那些还会有孩子在受害 在基金会的帮助下 小飞来到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上课 学业也有所进步 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也许在孩子幼小的心中 最最希望的就是忘却吧 李家不幸的事情发生后 李先生就关了家里的小馒头店 为给儿子看病 四处奔波 欠下了十多万的债务 生活十分窘迫 而判决李健应当民事赔偿的十三万余元 也一直没有到位 无奈下 李先生只有先向学校借钱给儿子看病 与此同时 他也向当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5年3月 中院认为一审法院部分事实不清 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发回重审 目前此案还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这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 孩子在这大概只有假期的时候才能回家 第二一个大多数的家长 这个学校的孩子的家长 大多数都像这个当事人的家长一样 他非常的忙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和自己的孩子进行更深刻的交流 但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所有的这些门卫 这些大门 这些措施都形同虚设 孩子依然受到了伤害 责任在哪里 其实这些年来 在中小学校发生的一些性质害的案件 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分析这些案件背后的情况 大多数案件 我想说学校的管理是有疏漏的 原来类似案件 基本上学校不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是最新的政策明确提出 如果在未成年人在学校遥远 学习期间发生的 如果受到伤害 起诉学校的 反应要立案 要支持 这意味着以后类似案件 因为学校的管理的疏漏 要承担责任 学校要承担责任 是赔偿责任 对学校是起诉学校 还是把它作为连带责任人 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 可以起诉学校 要求学校来赔偿了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我们说要加重了学校的责任 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那就是在为人是表的地方 出现禽兽 不管是男童还是女童 凡是被侵害的 都可以说是什么 这是一个行业的职业荣誉 受到了损害 而不要把它等同为 这只是部分人的 一个害群之马的行为 所以更多的时候 我们只是说 教会孩子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 作为学校 你如何规范自己的老师 为什么让一个老师 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 单独和这些孩子 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我们对于自己老师的约束 不存在 我们对于自己 这个行业的一个相互制约 没有存在 所以到最后看到的是什么 那就是一个禽兽 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 然后完成了一个 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事情 同理说我们注意到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特点 就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 但是当时他遭受到 这个侵害的时候 他还未成年 那么如果是要以 这个猥亵罪来起诉的话 这个年龄也是个 非常重要的标志 是这样就是尤其在男童的问题上 只能说不满14周岁 是这个会构成这个 这个猥亵儿童罪 因为我们有一个猥亵妇女罪 那么这个年龄就不受限制了 但是猥亵儿童就是不满14周岁 如果满14周岁怎么办 我们确实立法存在着一个薄弱环境 当然这个案件 还有其他的案件 我也想说 就是对威成年受到性情害的案件 一方面我们说要保护他的隐私 但是另外我们也还说 这不是他的过程 他的人生 依然可以获得非常精彩 案件当中的当事人 正在慢慢的长大 可是呢 这件事情在他的内心 到底留下了什么 我想作为外人 我们是很难真切地体会到的 希望在他们未来成长当中 他们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2015年8月28日中午 湖北省隋州市消防支队 广水中队接到报警称 一名工人在40米高的信号塔上检修时 不小心撞到塔上的马蜂窝 导致马蜂清潮而出 工人被遮伤后 出现全身麻木症状 无法自行下塔就医 消防队员立即展开救援 十几分钟后 工人被顺利救下 随即送往医院治疗 在此平安365提醒广大工人 在高空作业时 需留意观察周边环境 发现马蜂窝时 切勿盲目触碰 如不慎被马蜂折伤 一定要尽快就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